摩尼经社 因果祭祀集 身体疾病问题 继续 佛菩萨是不会放弃任何人的 到场某位师兄的同事带了一位师姐前来摩尼经社 请示自身的因果问题 师姐跟阿伯谈论有观神谈语修行的事情时 在一旁的同事却一直坐立难安 一度想要站起来出去 甚至觉得很吵 但周围并没有人吵他 师兄的这位同事问遍了许多的神谈 但对于他身体上时常腰酸 耳边听到许多人说话 脑袋时常觉得很顿 不能思考 不能专心工作等等的毛病 一直没有起色 甚至有一次要进入一间宫时 里面的主师师姐在她都还没开口问时 便直接告诉她 你不用问了 回家去等死吧 不久 佛菩萨一位师兄的同事查明因果 目前查到的一共有六件 一 上辈子她骑着马 霸气凌人地将一位老先生打成残废 二 上辈子到茶园偷采别人的茶叶 被园主撞见 情急之下将原主推落谷底 三 年轻时曾因贪念犯错 现在正在受限施报 四 神明目前正在惩罚他 因为他跑了许多神坛 跑完神坛见没有起色 便在背后说神坛神明的坏话 五 祖先因为他做得不好 正在惩罚他 六 目前有三个流产掉的英灵跟着他 接下来 阿伯问他 你有要念经来偿还顾错吗 师兄的同事开始犹豫 一直做不出决定 阿伯告诉他 佛菩萨告诉我 你没有心要念经 所以我再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要偿还过错 语代严肃地说道 阿伯又说 你这辈子不还 死后已经注定要下地狱了 到了下辈子 你还是得要还 而且会比现在更难过 因为下辈子的因果 会加上这辈子的过错 在一旁的师姐也很认同 阿伯的讲法 一直鼓励他 师兄的同事始终做不出决定 因为跑了太多地方 已经让他灰心了 但后来过了一会儿 经由大家的鼓励 告诉他没有解不开的解 除非你不想解 他终于鼓起勇气说 好 2700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阿伯告诉他 必须要坚持 用一辈子的时间偿还过错 在告诉完他如何忏悔 如何念经之后 他告诉阿伯 他觉得周围的杂音不见了 希望他可以真心忏悔 努力实践 了结恩怨 只要您肯忏悔 佛菩萨绝对不会放弃您 福事修来的不是求来的 要认真去实践才有用 后来师姐也请佛菩萨 查询他最近的事业运途 为何总是不顺 他已经在家没工作好一阵子了 查明后 阿伯告诉他 您上辈子是杀猪的 一共杀了726头乳猪 现在猪灵要来讨报 您必须真心忏悔 并送250部地藏经 以化解渊渊 阿伯也告诉他 他本应该要修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希望他可以早日送完地藏经 再建议他修 观音明心法门 后来师兄的同事 也常来经涉泡茶 他现在每天固定送地藏经一部 假以时日定当能化解 所有因果恩怨 可喜可贺 佛有三种人不度 无缘者不度 无信者不度 无愿者不度 佛既然慈悲为本 以度事为愿 为何有三不度 一 无缘者不度 佛家常云天雨虽大 不润无根之草 佛门虽广 难度无缘之人 有缘遇上佛出世 无缘遇上佛涅槃 可见佛缘是何等的重要 二 无信者不度 譬如虽有佛缘 遇上真道将士 名师临凡 但是没有信心 观望不前 宜三或四 任说破三寸蛇 无奈玩弥难话 毫无信心 这等人当然不能得到 也就是说有缘而无信心 错过机会 想再找 以困难 三 无愿者不度 所谓愿者是只修行人的红愿 可是红愿不尽相同 有的愿做好人 有的愿修佛道 有的愿为凡夫 有的愿上天堂 等 天道是往天堂之路 若不愿舍下尘缘 不愿学佛修行 不愿施舍度众 甚至不愿成仙做佛者 纵然信得名师指点 艺术多余 所以说发弘愿 是得道 修道 以致成道成仙做佛 最重要的关键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一段271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